今晚就先在第一篇邪儿里面 邪儿实习之 永恒自演奔来 那是最快乐的事情 因为我们可以彼此缺搓 加换经验 共同来成就产业 实班的重要性 就意味着海洋鸡人的风险 而我们找到一种 是可以 我们可以团体 那么 在屏东 在台湾 很多人是在尝试 这个释药 是这种植物性的蛋白质 来找到东西蛋白质 已经有它过到 某种程度的一个进展 非常谢谢随事手 对这些饰料椰子 这样的领域 所以实班这样的一个产业 我们真的是看到一个 非常闪亮的一个信心 最近我拜访了一个椰子 他创造了青龙的新品种 长得很壮 这个蒋昆宏先生 我们去拜托他 做了一个新的一个版纸产品 所以透过大家的彼此教案经验 透过科技的努力 我们把很多的影运 那么基于我想的陈大理 他对于这个 IA的深入 以及都有很好的进展 我们很期待大家 对于一并的控制 养殖环境的彼此的交换改善 那么陈大先生 我们在椰子的办法之下 我们也在进行 第二个排水公民潮 我们将来还会有 第三个第四个定点 规划中 希望取水跟排水的使用 能够趋开 能够能够建造一个感知环境 同时我们也非常谢谢 平科大臣来接种指导 最近要建一个 优质水产品的 产地证明的标章 我们今天谈好了 议算的编列 那我们的内容就是 在这个一连内 我们有30场 包括合作式的一个社长 那么我们也要一起 做产地标章 而且所有的验证程序 我们的审查 跟平科大专业 能够注力在一个草区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经验 能够让消费者安心地实用 消费生产者有责任要让消费者安心 也有责任对于探索机 或者是各种的番号 都应当要有些些责任 我们平方先生 愿意带大家的指导 实际上 我们能够做出一点成绩 所以今天的 老费 我们自己破话 也可以给我们 获得 包括今天 所以 再度谢谢所长 用心万证活动 邀请我们 海外专家 也会知道 特别平科大专 提供这么好的场手 特别将来 都要请你们来指导 谢谢大家 祝大福福福の 中文档 工台湾 科 sans 证叔